修行除了智力之外还要利他 不只是为自己还要为一切众生 对佛弟子来说 追求正确的解脱与生命的实相是很重要的事 由于佛陀知道 人世间是苦海也非久留之地 虽然拥有荣华富贵 但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不如修行 因此学佛首先需发菩提心 发越大的菩提心 自然能增加的功德越大 各位师兄 各位大德 菩萨 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切在修处的时候 在修法 在持坐 乃至思想 言行 这些单位一切六道众生修法 为什么要为一切要六道众生来修法 因为六道众生都是有我们的 略士的冤亲在此 略士的父母 略士的兄弟 所以我们不能为自己修 我们修法 秘秤 最重要就是要立他 不是立自己 但是我们立他的发菩提心越大 你所得的功德越你自己自然 就无形中你会增加你的功德 所以我们修法的时候 一切要发这个菩提心 一切无量心 那么你就是要一花一蛋 每天修法就是时时刻刻 就是要为众生 要为一切六道众生来修法 不是我为自己 生命无常十分短暂 放开心去修行 我们每天都应该为一切六道众生来修法 将修法功德回向给六道一切众生 修法时不要以自我的功德来修 只要每天持续修法 就能破除我职 就能淡薄 其许能修到如心经所描述 即不争不减 无挂无碍等境界 法界新闻黄文艺吴清玄 真理报导 我们下期许能修法